我把对的地方 看 这个样子 这条 对这一层 层次 非常好 今天咱们做面包 先拿 50克 给面粉 中筋面粉 加糖 白糖 秀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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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加牛奶 把牛奶加回一下 能拔的比较快 成了一个面团 多油一下 多油一会儿 油好了以后 油出一个大面团 这样呢就给它 形上 发一个小时 形发一个小时以后 咱们再做面包 这个就 形发一个小时 咱们再做面包 做油酥 第一步呢咱们加些盐 咱们加点胡椒粉 提提味道 咱们起锅烧油 油呢你搁手炭一下也可以 这样呢你觉得有温度了 烫了 它你也可以看到 你看 那个锅 出现那个倒倒了 那个油 就属于开了 开了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关火了 好 千万别烫着 拿这个防烫的这个手套 来拿 往这个油里头倒 往这个面里头倒 这个油 一定要糊弄 搁这个勺啊 来糊弄这个油 千万别烫着 好 粘稠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搅拌多 搅拌一下 它那个盐呢 还有那个胡椒粉 跟面呢 和油呢 都形成一体了 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了 这是油酥 这个是跟那个盐呢 还有咱们那个胡椒粉 还有面粉 还有油 给它混均匀了 这样呢 混合到一起了 这就是咱们 做面包的油酥 这个做好了以后 跟着备用 一会呢 做面包的时候 要用这个油酥 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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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面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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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呢 现在要搁那个油酥 我这是做好的油酥 都给它抹匀 它们再刷鸡蛋 鸡蛋液 给它刷上 行15分钟到20分钟 就可以去烤箱去烤了 这是打一个鸡蛋 割下刷子给它打一打 你就可以往上刷 打一个鸡蛋 咱们这个就可以结束了 再行它15分钟到20分钟 就可以上烤了 这个面包 这个样子 看 很漂亮吧 看 很漂亮 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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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新鸡蛋 接着 很高兴 好 很وي 很冷 一种